球場中的選手 大家都拿出他們對拿球的日前 進傳列的比賽 南投市公宿 在禮拜二十號 在南投國中拿球場 基板毛路客杯 三對三拿球比賽 這次總共有三十七個團後參加 年齡定位國秀 跟社會人數 都總有 報名可以說是最多的擁有 這個比賽是南投市這幾年來第一次辦的一個 射擊型的一個比賽 由南投國中來負責承辦 這個比賽就是教育部體育署 它打造運動島裡面的一個社區的小聯盟的概念 來主辦的這個比賽 市公宿的基板這個活動是配合一百零三年 拍攝運動多幾位 希望做到比賽 大家可以來到球場和勞勁骨 除了隊友 大家互相加油 也有家長來到現場 帶孩子欣賞 要來給他們鼓勵 希望他們都能得到好的生意 比賽就是他的年齡層從國小到 從國小到50歲以上的人都可以報名參加 因為三對三的話人不用很多 三個到四個可以湊成一隊 那相對這個可以講說 籃球自從林舒豪先鋒以來 在整個台灣一個街頭運動就非常的風行 那也是藉由比賽讓選手有一個 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就想說沒來這邊打過啊 然後覺得很開心 對啊 然後因為我們一年一度會參加一次比賽啊 然後沒想到可以拿冠軍 經過一套早上的賽程 在最后也基本班長電列 前三名的隊友 一個一個領中聘以及中筊 他們都覺得這個比賽真好 可以讓他們有一個活路緊骨的平台 也希望這個比賽可以繼續頒下去 現在五位麥 柴鳳報道